在希腊神话中 宇宙万物从一片混沌开始 混沌之神卡洛斯既没有形状一不可描述 他既是混沌的本体也是世界的本源 就在这无边的混沌中 并遇出了最早的五位创世神 他们分别是大地之母盖亚 原始爱神厄洛斯 地狱深渊神塔尔塔洛斯 黑暗神厄瑞波斯 黑夜女神尼克斯 这五位创世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地之母盖亚 盖亚既是混沌中诞生的第一位创世神 也是创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之一 盖亚凭一己之力从指尖孕育出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乌拉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神王 他的欲望无穷无尽 日夜不停地和盖亚进行着造神运动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盖亚先生出了六男六女十二位泰坦神 接着又生出了三位独眼巨人和三位百臂巨人 由于担心自己大权旁落 乌拉诺斯把十二位泰坦封印在了盖亚的肚子里 把百臂巨人和独眼巨人封印在了地狱深渊 无休无止的生育和孩子们所受的苦难 让盖亚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便号召儿子们推翻乌拉诺斯的统治 但是泰坦们却十分惧怕生性残暴的父亲 只有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勇敢地站了出来 他拿着母亲用大地深处黑色岩石制成的镰刀 趁天帝交合之时无情地向父亲的胯下回去 一刀斩断了父亲的命根子 被阉割的乌拉诺斯惨叫着飞向了天穷最顶端 天帝也由此分离 从乌拉诺斯伤口溅出的鲸蟹 最终化成了巨灵族 复仇三女神和宁府女神 而被阉割下来的命根子 被克洛诺斯随手丢进了爱情海 溅起了珍珠般的泡沫 最终化身成了爱与美之神阿弗洛迪推 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乌拉诺斯在逃跑的时候 对儿子许下了愤怒的诅咒 克洛诺斯将来也必然被自己的孩子推翻 此后烟爹狂魔克洛诺斯便成为了第二代神王 他开心地娶了自己的姐姐瑞亚 然后两人也开始没完没了地生孩子 由于惧怕父亲的预言成真 所以每当妻子生下一位子女 克洛诺斯就把孩子吞进肚子以绝后患 结果同样引起了老婆的极大不满 在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之后 瑞亚把石头裹在墙包里哄骗克洛诺斯吞下 而没有被父亲吞下的这个老六就是宙斯 宙斯长大之后又偏父亲喝下药酒 让父亲吐出了之前吞下的五个孩子 他们分别是海神波赛东 名神哈迪斯、天后赫拉、德莫特尔和赫斯提亚 随后宙斯就带着兄弟姐妹们 以奥林匹斯山为基地 和父辈的泰坦神族 展开了旷域持久的夺权之战 结果打了十年不分胜负 最后在大地之母盖亚的建议下 宙斯解救出了当年被天空之神 扔进地狱的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 独眼巨人之恩图报 不仅为宙斯打造了雷霆 为海神波赛东打造了三叉戟 为名神哈迪斯打造了隐形头盔 还一起协助宙斯进行作战 最终击败了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泰坦诸神 并把他们封印进了地狱深渊 这就是泰坦的坠落 至此 希腊神话中的第二代神界政权被彻底推翻 宙斯和兄弟们通过抓究的方式 确定了宙斯为第三代神王并掌管天空 哈迪斯为名王并统治冥界 波赛东为海神并控制海洋 之后宙斯又通过分封天下 确定了希腊神话中的十二位主神 这十二位主神分别是众神之王宙斯 天后赫拉 农业女神德默特尔 海神波赛东 爱神阿弗洛迪克 战神阿瑞斯 火神赫菲斯托斯 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 光明之神阿波罗 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 神使赫尔莫斯 在这十二位主神中 除了宙斯和正宫妻子赫拉之外 有四位是宙斯的哥德姐姐 有六位是宙斯的儿子女儿 反正都是一家子的亲戚关系 死后宙斯正式取代父亲 成为了第三代神王 也成了最被大众所知的众神之王 按道理说泰坦诸神被封印之后 从此天下就应该太平了 但大帝之母盖亚再次母性泛滥 他不忍心看到泰坦诸神在地狱煎熬 所以又怂恿毁天灭地的万妖之祖提风 和距灵族的阿尔库尔纽斯前来搅局 那么这个万妖之祖提风又是什么来头呢 竟然不把奥林匹斯众神放在眼里 其实他也是大帝之母盖亚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五大创世神之一 地狱深渊神塔尔塔洛斯 因为父母都是创世神 所以提风就成了希腊神话中 力量最为强大的怪物 这才能以一己之力对抗奥林匹斯众神 并一度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可惜最后提风还是被众神联手击败 也被封印进了地狱深渊 不过作为希腊神话中最厉害的怪物 提风被打进地狱深渊后 并没有消停下来 他竟然和一个蛇身人面的神女 厄克德纳生出了一大堆奇葩 而这些奇葩的知名度 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老爸 比如双头狗俄尔托斯 地狱三头狗科尔百洛斯 九头蛇许德拉和奇美拉等等 各个都是怪物界的狠角色 而另外一个跳出来搞事情的巨灵族 是当年天空之神 被阉割时剑落的精械行程 领导巨灵族叛乱的首领阿尔库尔纽斯 最终被宙斯的半神之子 赫拉克勒斯斩杀 经过这两场大战之后 宙斯才算彻底坐稳了江山 当然宙斯除了战斗力爆表之外 也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 他先后娶了七位女神妻子 但只有最后一任妻子赫拉 被正式任命为天后 赫拉既是宙斯的姐姐 也是宙斯的妻子和众神的女王 她既是婚姻和女人的保护者 也是报复心最强和最善度的神 所以希腊神话中的大部分故事情节 都是围绕着宙斯如何大搞婚外情 以及天后赫拉如何抓小三和私生子的故事展开 宙斯一生中有30多位女神情人 近30位半神情人 还有40多位人类情人 并且几乎和每个情人都生有孩子 可以说是把渣男和风流成性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些孩子当中一部分是神 一部分是半神半人 希腊神话中也把这些半神称作英雄 这些数不清的神和英雄 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能力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精彩故事 他们共同形成了希腊神话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今天很多影视和游戏作品的热门创作题材